肩锁关节是由锁骨的外侧端 与肩胛骨的肩锋形成的 它是一个平面滑膜关节 它增加了肱骨在关节鱼内的关节活动度 肩锁上的锁骨关节小面朝向内且稍微往上 提供锁骨上的肩锁关节小面 一个相对应的附着点 大部分的肩锁关节都有一个关节盘 但形状差异很大 肩锁关节的关节表面多半是平坦的 然而这个关节表面的变异性大 从平坦至微凸或微凹都有 肩锁关节是一个先天就容易脱臼的关节 因为它的关节面是斜的 关节表面没有紧密连接 而且才有机会面临较大的简历 若一个人跌倒时 肩膀的顶点猛然撞上强硬的地面 由地面所产生的往内且往下的地面反作用力 最可能会使得肩锁沿着关节小面的斜面 相对于稳固的锁骨而往内移位产生损伤 肩锁关节以及周围韧带若受伤可能会导致筋甲骨相对胸阔的动作与姿势偏移 而这个不稳定的结果可能会造成创伤后关节炎的产生 肩锁关节是一个有三个自由度的平面滑液关节 包含肩锋的内侧圆与锁骨的外侧端 肩锋中端面朝内且稍微向上 而锁骨端的关节面则朝外并微微向下 肩锁关节与胸锁关节的功能是截然相反的 胸锁关节允许锁骨有大范围的动作 引导肩胛骨的动作路线 相反的 肩锁关节却仅允许肩胛骨及锁骨外侧端之间存在微小的动作 但肩锁关节的动作虽然小 在机动学上却相当重要 它可以优化肩胛骨和胸阔之间的活动 连带改善鱼股关节的活动 肩锁关节的动作 描述的是肩胛骨相对于锁骨外侧端的动作 共有三个方向的自由度 最主要及最明显的动作是往上转动 以及往下转动 次要的动作为转动调整动作 指的是在水平面及时装面上微调肩胛骨的位置 往上及往下转动 肩胛骨在肩锁关节上的往上转动 发生在肩胛骨相对锁骨外侧端的往上往外展开时 这个动作的大小在纹线中提到的范围很大 不过肯定的是在手臂完全高举锅头时 肩锁关节上的往上转动可达30度 这个动作是肩胛胸关节进行整个往上转动时的重要部分 肩锁关节的往下转动指的是肩胛骨回到解剖位置 与肩关节的内收或伸展有关 肩锁关节在水平面及时装面上的转动调整动作 运动学实验发现 肩锁关节在肩关节动作时 会出现肩胛骨相对于锁骨外侧端进行自动或扭转的动作 这些动作被称为转动调整动作 它们使肩胛骨与胸阔保持一定的位置并增加动作的总量 肩锁关节的转动微调动作发生在水平面及时装面 肩锁关节的水平面微调是绕着垂直柔发生的 肩胛骨的内侧圆会向远端或向着胸阔的后表面进行自转 是用余窝的旋转方向来定义的 而肩锁关节的始终面微调则是几乎绕着内外轴发生 肩胛下角会远离或向着胸阔的后平面进行自转 前倾或后倾形容的就是这个转动 也是依据水平面余窝的方向来定义的 虽然肩锁关节的3D立体运动学很难被准确地测量 但它确实可以提升肩胛胸关节动作的质与量 这就是这个转动作的转动作的转动方向来定义的 转动作的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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转动